文章来源德国之声 长期以来 这两个东南欧国家一直在为加入深根区而努力 现在所有欧盟成员国都为此开了绿灯 但目前在边境检查方面仍有一些限制 欧洲无边境深根区范围进一步扩大 欧盟轮值主席国西班牙在X平台上宣布 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将深根区延伸至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据信从2024年3月底开始 两国与深根区其他国家之间的欧盟内部空中和海上边境将不再对人员进行检查 有关取消两国与深根区其他国家之间欧盟内部陆地边境管控的决定将在稍后做出 几乎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在深根区 深根区旨在确保欧洲内部不受限制的人员流动 到目前为止深根区由23个欧盟成员国以及冰岛列治敦市等挪威和瑞市组成 布加勒斯特政府对欧盟成员国决定取消对罗马尼亚的空中和海上边境管控表示欢迎 但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 Tlaus Johannes和总理乔拉库Marcel Sialico同时强调 取消陆地边界检查并使该国完全加入深根区是现阶段的首要任务 罗马尼亚自2007年1月1日起成为欧盟成员国 总理乔拉库表示 在加入深根区谈判经历了13年的失败和屈辱后 政府迈出了实现深根区成员资格的不可逆转的关键一步 总统约翰尼斯将取得的进展成为阶段性目标实现 奥地利曾长期表示反对 期期为止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深根区主要受到来自奥地利的阻力 维也纳政府以两国非法移民过度为由反对其加入深根区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自2011年以来一直在等待成员国的决定 欧盟委员会对欧盟成员国的决定表示赞赏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加入将利于人员往来 促进贸易和旅行业并进一步加强内部市场 欧盟委员会主席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这对两国和整个深根地区来说都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他说这一伟大的成就是两国辛勤努力坚持不懈的结果 柏林也表示祝贺 一旦准备就绪 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将成为深根区的正式成员 这既是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已于2007年加入欧盟 由于存在严重腐败和有组织犯罪问题 直至9月 该国司法与法治一直处于欧盟委员会的特殊监察之下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 各成员国政府领导人长期以来 无法就其加入深根区一事达成一致 9月中旬 欧盟委员会正式结束了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特殊监察 称其已做好加入深根区的准备 德国外交部在周六晚间向两国表示祝贺 今天欧洲变得更加紧密 德国总理孝尔茨表示 春季期取消空中和海上边际检查是迈出的第一步 德国将继续支持全面融入深根区 这样欧洲就会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这一步就会更加紧密的准备 这一步就会更加紧密的准备